杨梅西亚快来吃甜酒给达了 今天做一个我们老家的甜酒疙瘩 这是我前几天做的甜米酒 放一碗到锅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给它开火煮开 再来准备一点糯米粉 然后往里面一点点加入冷水 可以直接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水 把它全部打湿之后再来搓成小球 但是我这种做法我从小都是这样做的 然后就往里面一点点加水 把它这个面粉全部一点点打湿 滚出这种小疙瘩就可以了 只要没有干面粉就可以了 像这种稍微细一点的小疙瘩不要紧 这个煮出来口感才好 甜酒煮开之后就把滚好的面疙瘩给它倒进去 然后搅动一下 先给它煮开煮熟了 等这个面疙瘩浮起来之后 就往里面加入一点糖 然后把糖融化了之后再煮个一分钟 只要把这个面疙瘩煮熟了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盛出来了 这个甜酒疙瘩还是要稍微凉一点 就是没有完全凉透 有点温温的时候就最好吃的 每次在家吃完烙锅之后 总要来一碗甜酒疙瘩收尾 哎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